这是江苏,明明靠海,为何却不向沿海省份? 江苏位于中国东部,东临黄海,南滨场江部海口,拥有长达954公里的海岸线,可为何它却不具备典型的沿海省份的特质呢? 大家是否留意到一个有趣的事情? 我国沿海12个省市和两个特别行政区,几乎都有大城市近临海岸线,然而江苏却是个例外。 尽管江苏位于黄海之滨,但其主要城市却并不靠海。 与其他沿海省份相比,江苏的海岸城市相对较少,而且其爆款旅游景点也大多不在海边。 或许有人会拿出连云港反驳,认为它就是江苏名正言顺的海滨城市。 但事实上,连云港在江苏省内的影响力并不突出,经济发展也不如其他地区那般繁荣。 提及江苏市,很少有人会首先想到连云港这座城市,而且相比于其他省的沿海大城市,连云港的地位和知名度可以说是相对较低的。 例如辽宁有大连,山东有青岛,浙江有杭州、温州、宁波、舟山港,福建有厦门和福州,广东有深圳、广州、海南有海口、三亚、台湾有台北、基隆、广西有北海、防城港。 他们无疑都是各省的侨主,天津、上海、香港、澳门本来就是大城市,城区紧邻海岸线,港口优良、经济发达。 然而,江苏的情况有所不同。 尽管沿城和南通与海岸线相比,但他们的城区并没有建设在海岸边上,而是略有距离。 究其原因,恐怕得从江苏的特殊地理位置说起。 江苏既处于长江入海口,历史上还曾经是黄河和淮河入海口之一。 冲击了大量泥沙,形成的是淤泥汁海滩,海域浅薄,海水浑浊,难以形成优良的大港口。 站在海边,目之所及,都是无边无际的淤泥海滩,沿岸覆盖着厚厚的淤泥。 江苏的海岸前基本都是这样的景象。 这种淤泥汁的海岸适合养殖,但若要建设城市或港口,那就不太现实了。 同样这种海滩来发展旅游业也不占优势。 试想一下,当你的朋友圈里都在狂晒隔壁省份的碧海蓝天,你敢晒出江苏这种,看起来一团淤泥,看起来有些土的海滩吗?